中年夫妻没有了新婚夫妻的激情和粘腻 但是也不像老年夫妻那样平淡 他们对对方有很多不满 对现有的婚姻有很多抱怨 但是已到中年 他们没有勇气去打破现有的婚姻现状 心有不甘 不知道如何排解 长时间下去 憋得久了 难逃四个表现 一 拿孩子当借口 安慰自己 一切为了孩子 才能得以维持婚姻 很多中年夫妻 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完整健全的家庭环境 尤其是女人 更容易为了孩子做出妥协和牺牲 把一切自己的事情都推到等孩子成年以后再决定 就这样戳脱岁月 委屈在这段半死不活 了无生去的婚姻中 二 脾气暴涨一点就脏 四十岁左右的夫妻 婚姻已经进入了疲惫期 双方对另一半的缺点完全不能容忍 因为一些小事就会大发雷霆 借题发挥 通过吵架发泄自己 三 夫妻分房睡 甚至分居 四十岁的夫妻都已经无心 在去经营这段死亡的婚姻 夫妻之间不想着怎样相互理解 解决矛盾 就想着冷战 分房睡 或者分居 眼不见 心不烦 他们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四 一方耐不住诱惑 开死婚外情 四十岁的夫妻仍然处于有情有欲的阶段 欲望还在 对另一半却提不起来兴趣 如果这个时候出现第三则 很难有人把持住自己 发生婚外情 自然是很平常的事情 尤其是什么好事 就像新年人那样 Programs